这敖拜啊,于是就传着自己的党语啊,给这苏克萨哈罗织了二十四条大罪,咔嚓了 哎,您没听错,挺大的辅政大臣呢,就让他们给弄死了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馆 今天咱们继续聊这个康熙皇帝和他的皇祖母孝庄文皇后之间的故事 我们大伙都知道,艾勋绝罗玄业之所以在顺治皇帝的众多皇子当中能够脱颖而出 这里边和两个人是脱不开关系的 第一位呢,就是顺治皇帝的妈妈,孝庄文皇后,当时叫昭圣皇太后 作为奶奶呢,昭圣皇太后非常喜欢自己这位三孙子 哎,怎么听着想马街啊 然后这个清天间的主播啊,德国传教士汤若旺 又极力的向这个孝庄文皇后和顺治皇帝推荐了皇三子 那么说汤若旺这个德国老头子,他和这个皇三子玄业有私交吗 当然没有了 当顺治皇帝和孝庄文皇后在立储的问题上 征求这位西洋老头意见的时候啊,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若立储啊,当立皇三子玄业 因为这个皇三子玄业啊,出过道 那他得过天花呢,自身就有免疫力 所以说呀,他不会再得这种可怕的疾病 这样呢,才能保证这个皇权的稳固 也就是在这公元的1661年的27号 那天啊,按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农类算 应该是顺治18年的征日初九 爱新觉罗玄业在大清京师的紫禁城当中继承了皇位 改年号为康熙 尊他的皇祖母昭圣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康熙皇帝啊,继承皇位的时候只有八岁 所以说呀,这孝庄文皇后就给这康熙皇帝选了四位辅政大臣 这四位辅政大臣呢,首辅就是赫蛇里索尼 这接下来呀,就是苏格萨哈厄北龙和敖拜 这四位辅政大臣呢,都是上三旗 其中啊,这索尼、厄北龙和敖拜啊,是两皇帝 这苏格萨哈呢,是正白 虽然如此啊,这四个人当中都不是皇室 也就是说呀,没有一个是爱新觉罗 看样子,这皇太后啊,对这个清初的时候 以多尔滚为首的宗室专权呢,还是心有余计的 可是暗地里啊,这四位大臣心里啊,也都憋着劲 各时各的心思互相牵制 首先是说这苏格萨哈呀,跟这另外三个人心里上呢 他就有着隔阂,什么隔阂呀 就是在多尔滚当政的时候 这两白旗与两皇旗换地的事 这多尔滚当年整白旗起主 他说呀,我们这个见不关的时候 我这整白旗禁锢了打仗了 所以说在圈地的时候啊,我们就吃亏了 没圈着好地 我看呢,这个两皇旗在直立炉龙唐山一带 圈的地就不错 所以说呀,拿我们这个两白旗的薄地呀 跟他们画画吗 当时他是摄政王,他一人说了算呀 所以说呀,没办法 这两皇旗只好跟整白旗换了地 可是现在不一样咯 这堆滚呢,死了 不但死了呀 而且还从坟坑子里蹬了出来 被抽了鞭子 不但是夺去了王爵,从宗室当中啊都开除了 事到如今这四位辅政大臣当中啊 有三位都是两皇旗的大臣 所以说这整皇香皇二旗 旗下属人们是眼巴巴的盼着自个儿的主子呀 把这好地再换回来呢 这件事情啊,这四位辅政大臣呢 心里想的倒是差不多 不能着急 至于换与不换呢,得从长计议 咱们呀,慢慢来 既然他们不着急呢,咱们也不着急 咱们就先说说这第一件辅政大臣之间 并且呀,这辅政大臣与皇族之间的矛盾 那么这个矛盾点他在哪呢 这个矛盾点呢,就是皇上啊 他该娶媳妇了 话说这康熙四年的九月初八 紫禁城里呀,窝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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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窝 这皇上老爷子呀,他要娶媳妇了 呦,是谁家的姑娘这么好福气 做了这大清帝国正宫的国母皇后呢 说起这位姑娘来呀 那真是家世显赫 他就是这个辅政大臣 还是首辅大臣索尼的孙女贺舍李氏 就是我们后来都知道的那位孝成仁皇后 要说起这皇上结婚来呀 那可麻烦去了 就在大婚的当天,这皇上啊 得换上礼服 然后到慈宁宫向这个皇太后 以及太皇太后行礼 然后啊,再到这个太和殿 举行大朝典礼 派遣专门的使节 到这皇后的娘家 行策礼皇后礼 哎,这儿您记住了啊 这儿不叫策锋 这儿必须叫策礼 这策礼呀,是皇家的最高礼 只能对两个人进行策礼礼 一位呢,是皇后 另外一位呀,是皇太子 对其他的嫔妃以及皇子 亲王只能叫做进封或者是策封 策礼礼结束之后 就要把这皇后啊,迎娶入宫 皇后娘娘所称的凤仪 也就是轿子呀 在宜章队伍和取亲官员的簇拥下 经大清门,进天安门 武门,端门,太和门 您记准了啊,都得从中间那个门过 这份礼呀,有情一代 就只有啊,在紫禁城当中 大婚的皇帝的皇后 才能享受得到 其他人没有这份殊荣 第一位呢,那自然就是顺治八年的八月 顺治皇帝取了这个 博尔吉吉德蒙古清 没成想啊,没过几年啊 给废了 然后呢,这顺治皇帝在顺治十一年的六月 又取了这个 博尔吉吉特阿拉坦奇吉格 就是后来的孝慧张皇后 还有呢,就是今天咱们说的这宗 康熙皇帝在康熙四年的九月初八 取了首府大臣索尼的孙女贺舍礼氏 就是这位孝成仁皇后 再往下说呀,就是同志十一年的九月十五日 由这个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做主 这同志皇帝举行了大婚 从这大秦门里抬进来的呀 是汉连院士讲学士崇祺的女儿阿鲁特氏 就是埋在那个惠陵的孝哲义皇后 光绪十五年的正月 这光绪皇帝举行大婚典礼 策立的是慈禧太后的侄女 叶和纳拉士为皇后 就是埋在清西陵重陵里的孝定锦皇后 您看这大清朝入关以后一共十地 只有啊这四位皇帝的五位皇后 是从大清门正中门里抬进的紫禁城 那么皇上结婚这点事呢 为什么还搞得这个辅政大臣之间 乃至跟皇家还有了隔阂呢 哎这事很简单 因为这个厄北龙和敖拜呀 人家家也有闺女 他们呀也想做这皇上的老丈人 尤其是这敖拜 这敖拜呀还瞧不起索尼 他认为呀他是根红苗正 并且呢自己身上的功军 都是一刀一枪在战场上杀出来的 这大清第一巴吐鲁啊 是先皇帝皇太极亲口所封 这巴吐鲁啊是满语勇士的意思 也就是说这个皇太极曾经说过 这敖拜呀是大清国的第一勇士 所以说呢借着这点子功勋的 这敖拜是魂不令 直接呀就上书给孝庄文皇后 他说这旗下蜀人之女 怎能做正宫皇后 哎这孝庄魂皇后给他的回函呢 也是非常的直接 直接就是一句话 说这个旗下蜀人之女 怎么就不能当皇后呢 其实啊这孝庄文皇后 这句话说的对 那旗下蜀人之女 她也是正经的奇人 也是这正宗的女人血统 她也不是奴隶出身 她怎么就不能当皇后呢 并且这孝庄文皇后 她心里有自己的盘算 这索尼啊要是跟皇家结了亲之后啊 索尼本身老成持重 这赫舍李家呀 即便成了皇亲国戚 他们呀也不会飞扬跋扈 反而呢更好的尽心竭力辅佐皇家 这谨慎行事上边啊 会加个更字 这傲拜不行啊 依着傲拜的性格呀 要是他做了皇上老丈人 那这鼻子就得翘上天 都不用眼看路了 直接用下巴磕子找到 再者说的 您家那姑娘也太小了 满打满算 今年才九岁 我们把她弄进宫里干嘛呀 还得给她呀 现找奶妈子 矫情吗这不是 人家那头啊已经入了洞房了 这傲拜一看啊 闹也是白闹了 算了吧 这件事情啊 也就只好作罢 眼看着这朝里边的事啊 还没消停一年呢 就在顺治五年的时候 傲拜呀 又和苏克萨哈干起来了 因为这个整白旗换地的事啊 这苏克萨哈本来和傲拜呀 就尿不到一个湖里去 傲拜凭借着自己的一身战功 在朝里头啊 本来就是盛气凌人 气就比别人粗 这苏克萨哈觉得呀 要是论资排辈的话呀 那我紧排在这个索尼之后 你这傲拜呢 这恶比龙啊 还在你前边呢 身份你哪能和我比呀 于是就针尖对卖麻啊 俩人谁也不服谁 可这个苏克萨哈呢 又争辩不过傲拜 于是这傲拜无论说什么 他都是不愣脑袋不同意 他采用的就是传统的对敌斗争 刺猬手法 脖子一缩呀 成了个刺儿球 无论你提出什么样的议案 我都是不同意 我都是反对 这傲拜他哪吃这个呀 康熙六年六月 首富大人索尼一死啊 这傲拜呀 就把自己的地位摆到了朝堂的最前边 这个不是还有个厄比龙子吗 厄比龙啊 虽然也是皇上的老丈人 他的闺女呀 现在是皇贵妃 但是呢 他软绕无能啊 只能是一副傲拜 苏国萨哈一看呢 在朝堂之上算是自己没说话的份了 于是啊 他就跟皇上 跟太皇太后请辞 他说呀 这皇上也亲政了 我们这辅政大臣也没有什么用了 干脆 老臣我呀 愿意到孝陵 去给这个顺治皇帝守灵去 他的意思很明显 那我都守灵去了 你们两个辅政 还好意思干吗 干脆也把权力 就全部移交给皇上 我这儿呢一退休 就逼得你们两个人啊 也退休了 您想想啊 这傲拜他能干吗 这傲拜呀 于是就传在自己的党羽 给这苏克萨哈 罗织了二十四条大罪 咔嚓了 哎 您没听说 挺大的辅政大臣呢 就让他们给弄死了 这康熙皇帝得着信之后啊 暗骂傲拜 好啊 你个傲拜 你心里还有我这个皇帝吗 于是 这小皇帝就跑到了慈宁宫 和这祖母啊 商量 怎么呀 才能除掉傲拜这个祸害 这老太后啊 就跟这个康熙皇帝说呀 你呀 就应该这么这么这么办 精彩回目 就在明天 这康熙皇帝 男书房才要至亲 傲拜